就連倒數30秒 哈囉大家好 我是現在在務部工作的佩奇 那今天要提的案子是公務員開放資料 lesson 2 那快速的感謝一下溫步之心在上十 兩個月前的十六分的大勝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來提一個 lesson 1 那時候其實就是把公務員常常會犯錯 要做開放資料格式上的問題 我們整理的十大常見問題就詳細請大家自己看 那這次就加碼升級 想要做一個 lesson 2 那狀況是這樣 我自己研究一下我們自己部內啊 在做開放資料的時候大概主要會有兩種情境 第一種是我的同事們可能日常會有一些業務 然後就累積累積就變成資料 那如果性質合適的話它就變開放資料 那最經典的案例就像是我一直推不動的 因為我一直弄的資料 就像他們會日常的升出這個sale 然後基本上是三個月會更新一次 類似像這樣 但除了這種情境以外 其實有第二種的情境 是中間 它其實可能會透過系統來蒐集 就舉例來說 像就我所知CDC的登革熱 或是高雄最近開放了一批空屋的監測資料 可能是自動監測完 然後直接就在系統即時更新 所以對我來說啊 就是這兩種類型其實很不一樣的 那上面這種日常業務類型 它基本上就是跟我的公務員同事們 各個公務同事們的Excel能力有關 就他們要知道說不要和平除神欄啊 不要小技欄啊 這大概是我們在身外在處理的 但我覺得下面這種的話 它狀況就不太一樣 就我這塊我不太了解 但我大概想像得出來 它大概會跟廠商開系統規格的時候 所以很根源的其實就會有些問題 那這大概是我這次在陣渡想要處理的 那但我很誠實的說 因為我不會寫quote 所以我這整塊完全沒有任何概念 就系統中要直接開放之後怎麼辦 但我先大概想像一下 我今天希望預計產出的東西 就跟上次一樣 就希望可以產出一份司機授權的一個HAPP文件 那裡面希望可以抓出一些基本原則 是可以抓說說未來如果我們部內 又要開一些系統的話 那個規格書怎麼寫 會有利於串接開放資料用明件來應用 那又可能基本原則會很難抓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 我今天希望可以聽累積大量的案例 大家可以跟我講說你曾用過哪些資料 然後哪些資料是從系統來的 但很難用 那告訴我為什麼難用 就解釋給我的廳長 然後就可以把它寫成文件 那我可以提供的是一些已經結案的 就是一段時間的規格書 就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可以怎麼改 然後遠期的話 這遠期目標啦 就有機會的話 希望可以回到也部內 變成未來再開系統規格書的一些採討辦本 那我需要的方式就是 我需要有非常非常有耐心的工程師 所以你曾經覺得政府資料很難用的 那其實系統出來的資料很難用 就是請來跟我講一下具體的經驗 然後操作給我看 說明說到底哪個部份有問題 這樣我會比較知道 我怎麼跟部內溝通 還有個十秒 好 十秒 算很準 十秒多到時間 最近有P系列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個衛服部 最近有做了一個統計互動式指標查詢系統 裡面很多衛生福利資料 然後還有1月1號 我們會有一個長照資源基礙系統上限 它會有open data的區域 就歡迎大家1月1號可以準時來收看 那最後就是今天有幾個單位 所以就久被我拖來 就大家 來的公務員都是好公務員 請大家三代五人 恭喜